大家好,歡迎來到Ming Watch 我是Ming Watch的編輯,阿亮 我是Alvin,我是拍片的Marco 我是新青頭,跟我們Ming Watch的讀者說 新年快樂! 買多點錶,大家看多點我們的片 最重要是珍惜時間,很重要 好,那... 原本今天應該是四個人在這裡 現在只剩三個人,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老片被我們感到病了 未能出席今天的節目 祝他早日康復 祝他早日康復 上年我們錶界好像發生了很多事情 2023年也發生了很多事情 錶彈大事 這條片就是講2023年錶界的大事回顧 好,我們先講第一單 第一單我們就講一下磅攀和SWATCH 這個聯繩企劃的 今年大家都知道 磅攀50層的潛水錶就是70周年 本身就出了一隻Bronze Gold的50層 之後他們跟SWATCH聯繩了五隻色的50層 那隻錶就用51的機芯 就有五隻色 用五大舟為靈感的 所以就有五隻色 而錶底裏面就有海洋生物為靈感的圖案在錶底裏面 所以你翻開錶底就會看到海洋生物的圖案 而這隻錶一出了之後 最快戴這隻錶的名人就是歌手SJRON 戴著這隻錶在婚禮上獻唱一曲 戴哪一隻? 可以戴藍色的 SJRON也跟得很貼 很貼的 不知道大家如果五隻色 你們兩位又會選哪一隻? 我先選吧 我選灰色的那隻 五隻色是比較容易搭配 沒錯 看到我金身的裝扮 我會選擇綠色 綠色的 大自然的氣色 很奪目 戴在碗袋上 我自己挺喜歡這個顏色 我會選擇 和Marco一樣 都是選擇白色的 我最喜歡就是 它錶盤有一個濕度顯示器 我覺得 還有白色 這個顏色都很百搭 而且比較平民一點 貼地一點 配襯衣服 你什麼衣服都可以配襯 而且容易入口一點 其餘的顏色 就未必是有口味的 好 講一講 你們這隻錶出街 逛過銅鑼灣的時候 有沒有見到一些人排隊 人次來都 一開始就有的 但沒有SWASH 沒有MIRROR 沒有金鏡 都是一個有趣的趨勢 排隊熱潮又回來 之後會不會好像 MOONSWASH 配襯一些特別的日子 怎樣推出一些新作呢 那就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對 今年有很多拍賣 大家都見到 很多拍賣都破天架 而其中一單 我認為最拭目的就是 寶儀錶 清朝末代皇帝 那隻寶儀的PP 這隻錶最終的成交價 就是4800多萬 非常之誇張 你可以見到TVB的新聞 所有網絡媒體 都有報過這隻錶 應該大家都知道 會不知道 我認為這單 MING WATCH報路得很快 對 對 你是這部吧 我和老總監 對 都是那些 這隻錶的來源 Philips聲稱 是寶儀二戰時期 被蘇聯的紅軍 俘虜了 拘留在蘇聯的收容所裡 當寶儀引導回中國的時候 他將這隻PP 送給蘇聯的翻譯員 作為禮物 這就是這隻錶的背後故事 其實是否真的 有待相確 我們都是聽著 Philips官方這樣說 這隻錶最終拍賣了4800多萬 非常之誇張 這隻錶在 浦儀這隻錶未出現之前 這款在市場上 只有7隻 如果計算了 寶儀那隻 就只有8隻在市場上流通 所以這隻錶是 10隻都沒有 非常之罕有 加上寶儀這個名字 拍出4800多萬 是你所當然 可以這樣說 既然Alvin提起拍賣 我都留意到 今年的拍賣市場 都真的蠻複叛 好像有疫情之後 復甦的現象 有很多拍賣的大行 例如 佳士德 或者富衛斯等等 都選擇了 在香港舉行一些 大型的換錶拍賣 而且拍賣所得出來的 成交數字 都相當不錯 看看貓子 舉例說一隻 一隻備受觸目 都是在PP 在50年代文系的 RAF 2523J 雙錶冠世界時間換錶 他就在佳士德 今年的一場拍賣中 押軸登場 最後 你剛剛說到 寶儀好像是4000多萬 這隻錶 就是6625000的數字 成交比寶儀更厲害 還挺有寶儀的 亦都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其實在二手拍賣市場 領跑的都是這個大牌子 對 不單止是拍賣 今年香港都有很多 國際性的換錶城市 在香港舉行 例如就是有 換錶界 奧斯卡之稱的GPHG 都特意選擇在香港擺戰 亦都有一個就是 Only Watch Only Watch 在世界各地巡徵的時候 亦都有一站 在香港今年舉行 氣氛在會場上見到很多飆彈的老朋友 都是氣氛相當熱烈的 說起Only Watch Only Watch 好像是這件事 這件事 Only Watch 我負責的 你說 Only Watch 今年是去到第十屆 說過幾驚人的數字給大家 就是從第一屆開始到第九屆的Only Watch 這九屆的慈善拍賣入面 合共已經超出了一億歐元的善款 那麽大筆善款 那麽大筆善款 那些善款本身是要給慈善機構去幫助醫療肌肉萎縮症 那麽大筆善補充得非常好 就是本身整個慈善拍賣是負一班準確的名字 叫道士肌肉營養不良症的一班有受生病的人士 就是一個慈善基金 其實所有品牌都是免費去捐出一些獨一無二的標作 去共狼善舉 知不過 今年就有一位外國的標友 知名收藏家 知名收藏家 就在一些社交媒體上發問 質疑 或者叫做問一問回方 究竟那麽大筆錢其實是去了哪裏 你們好像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框架去列明這些善款的去向 說他們透明度不夠清楚 沒錯 而航方 航方即是誰呢 補充多一點 航方即是 魔納哥肌肉萎縮症防止協會 簡稱是AMM 他們的答法就有少少強踩入耳 他們就搬了當地的法律出來 就說其實可以不公開的 類似這樣的意思 於是怎樣呢 就有一些標的品牌 就作出一些相關的回應 AP就走得最遲 我本人也是相當尊重 一些夠膽在風頭火勢 去表明立場的標牌 例如剛剛Marco提到 AP就率先帶頭 就退出了 即是退出了 也有其他品牌 發聲明 支持這個活動 但也想希望每方 清楚列明一下善款 FB John FB John是支持的 對 FB John 至於其他有什麼品牌 大家上網可以看看 也很有趣的 這個現象 本身這個Only Watch拍賣 就在11月 即2023年的11月5日 去舉行的 但是因為這件事之後 就延遲了拍賣 未知到什麼時候 下年 下年 但未明確表明 是哪月哪日去舉辦 按行方 即會方 主辦方的說法 就是 他們邀請了第三方的機構去調查 詳細的結果 或者是拍賣準確日期 就等這份報告出來 我想會看看市場品 如何再決定舉辦 而我自己覺得 都清者自清 不清者就自不清 儘管看看結果如何 不過大家有興趣 看看今年Only Watch的標款 是怎樣的 都可以上我們Ming Watch 那裡看 我們都磨裂了出來 是的 看看2024年 這一宗兩年一度的慈善拍賣 可不可以繼續舉行 剛才講完 標壇的一些拍賣大事 除了拍賣之外 也有很多收購合併的大事 我首先講一下 Daniel Roth和Gerl Janta的去向 今年他們正式和LV合併了 本身其實他們都在隸屬LV集團 因為自2000年代 他們兩個品牌被Bugary收購了 到了2011年 Bugary也被LV收購了 現在正式 今年他們就啟動了這兩個品牌 去做一些不同的項目 就像Daniel Roth一樣 其實他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出標 今年就出了20隻 他們的2Beyond subscription 的標 就回合之前Daniel Roth 第一款的2Beyond手標 另外Gerl Janta 就暫時還沒有搞錯 除了Only Watch那一款 Only Watch那一款 也是複雜功能 也是Mini Repeater 三文的標 因為他就好像說 現在他們的方向 走複雜功能 沒錯 因為之前 Gerl Janta還在Bugary 其實幾年前都出過兩款 一款就是米奇老鼠 踢球的款式 另外就是普通 Jerl Janta 用了Pratium 去做的 就是藍色麵 它有兩款 以我所知 之後就沒有了 到今年 就是Only Watch那一款 看看他之後 會不會有其他 新的款式去推出 對 以我個人見解 這兩個品牌 就一定是 吹向出複雜功能 因為如果你出 Time Only 即是出 暫時分的顯示 市場上太多 跟Bugary 跟LVMH Bugary 就會撞了 那把劇 所以 可以看看 Gerl Janta 應該會吹向複雜功能 那個市場 就未必會出 Time Only 去打回自己 旗下集團的 標牌 因為其實 你看到 LV今年都有動作 很多動作 都出了一隻很漂亮的 Integrated Bracelet 的換標 那隻也是Time Only 但我覺得很有誠意 你看到那個 底也很漂亮 所以其實他們是 想在 Bugary這個市場 再去擴展 沒錯 還有 Only Watch那一隻 愛因斯坦 那隻複雜功能 可以展現到他們 制標的功力 即是可以告訴別人 我已經有 這樣的功力 所以其實 你可以看到LVMH 這個集團 在制標方面 已經是有 很強力的功力 所以 做些複雜功能 一定是不會 輸涉給 一些大品牌 其實很純熟 你想想 他的集團旗下 有 Sanip Tekoyer Bugary Gergenta Daniel Roth 還有他們自己 LV Cube 其實他們 無論是物料的技術 機心的技術 都發展得很純熟 期待他們 2024年有什麼 更正的作品 你說到2024年 我真的可以補充一句 我們接下來 這個品牌 他們也搞了一個 獨立制標的比賽 沒錯 沒錯 剛剛說到那幾個品牌 是傳統大牌 原來這個大集團 對一個推動獨立制標 也是不遙於零的 當中都有很多精彩的標作 我們Mingwatch 也是有報導的 可能在下年的2024年 大使回股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得像者是誰 還有什麼 關於收購合併的大使 關於收購合併 就是一定是 歸領收購了宇宙標 這宗新聞 我看完 即是一出這個消息之後 我是完全沒有想過 歸領是會收購這個品牌 因為這個品牌 已經沒有重建天日了很久 即是由80年代 被香港的補光收購了之後 就好像沒有怎樣出過標 但是在歸領收購宇宙標之前 宇宙標的網站 是重新啟動的 即是 接著網民 當時也有發現 為何宇宙標的網頁 會有重啟的呢 是不是有什麼大搞作呢 終於 就在 今年歸領 就公佈 收購有宇宙標 其實宇宙標 在 三四十年代 是很出名的 它最出名就是 計時標 三十年代 就出了 Unicompass Compass的計時標 四十年代 就出了一些複雜功能的計時標 例如有 AeroCompass 和Tricompass 即是 裡面的複雜功能 包含了一些 全日力的功能 之後去到五十年代 大家最追蹤的就是 Jel Jenter 設計的 Pro Router 去到七十年代 醒革命 大家都知道 醒革命 打倒了整個瑞士製標頁 那時候 都沉寂了一段時間 去到八十年代 就被 曝光收購了 去到今時今日 歸領 就選擇 將這個品牌重建天日 就收購了它 其實收購了之後 我個人的推斷 宇宙標的品牌 是不會出一些 簡單的功能的標 因為如果出簡單功能的標 就會打走 Brightling自己的市場 因為Brightling的市場 都是一些 中上價位的 通常都是三針款 又或者是 Chronograph 你很少會看到 有什麼萬年力 今年又出了 To Beyond的Brightling 但是我會覺得 宇宙標 接下來的去向 就會出一些 可能會複合回 三四十年代 即是四十年代的複雜功能 計時標 即是有全日曆款 全日曆款的計時標 有兩地時間的計時標 這樣 這個是我個人的推斷 你們猜的八年齡 即是B01機身 都很出名 會不會應用到 在宇宙標的設計上 我猜 純粹推斷 會不會有機會 這個碰撞出現 收窮之後 我想都會 因為本身 宇宙標 即是剛才所說 都多計時功能的環錶 我想技術上 如果他合拼 我想技術上 都會有一點 對 我覺得他技術上 應該是已經有一張王牌 在手 但是我們未知 他可能收購了什麼 去做一些厲害的機身 但是 我很相信 B01你收購得 一定是有一張王牌 在手 你才公佈收購 這個宇宙標 沒錯 還有我這樣看 可能未必玩得很深入 剛才一提到宇宙標 一定是Pruralta 因為Geral Janta設計 你可以看回2023年 IWC的 Engineer 他之前推出的 他前幾代的款式 都已經開始 不是很Geral Janta 藍本的設計 他今年也 用Geral Janta藍本的設計 我覺得宇宙標 應該都會有這個 希望去搞Pruralta 希望去搞Pruralta 都是那句 拭目以待 說起收購 今年都真的有很多收購的事件出現 我想這年 都是幾軍動的一間 努力是收購了保齊 記得這個消息一出 很多網媒的新聞 什麼什麼成為最大贏家 究竟是誰是最大贏家 我們先了解整件事 在收購之前 亦都說一下保齊萊的第三代傳人 他今年其實是不幸過世的 即是保齊萊的第三代傳人 若爾格保齊萊 今年過世 享年87歲 外界就猜測 因為這位第三代傳人 他就是沒有子女 所以他就把自己這個家業 可能在他臨終之前 他都有份做一個決策 就是給努力士收購 是的 至於保齊萊本身 他有什麼特點可以吸引到努力士 或者 為何兩者是有這樣的拉扭呢 其實保齊萊本身 他的銷售網絡是很豐富的 尤其是歐洲等等的地區 他也是努力士其中一個經銷商 外界就有些評語 就說努力士是想藉此舉動 由努力士自己去接觸他 換錶的銷售網絡 大家有什麼意思 其實鋪了 即是你還未在正式收購之前 已經保齊萊 官方二手 他已經推出了Rolex的官方二手 以及中股錶驗證 中股錶驗證 即是給了一個官方認證 給保齊萊去租 所以整件事已經鋪電了 退到最後過身的時候 就公佈收購這個消息 也好像有一種純理成章的感覺 不知道這兩個品牌 可能是你善用了銷售網絡 還是兩者之後的銷售手法 又會有什麼演變 都是一句 聖目以待 我想純銷售 即是技術上的合併 我覺得未必是 因為努力士現在的技術發展 沒有人機身 其實也很成熟 我覺得這個舉動也是在銷售方面 或者他打算收回自己做 即是不給其他AD買 然後再給保齊萊 其實有可能 因為現在的趨勢 可能很多大品牌都自己做 收回或者跟AD 做一些合併的主要怎樣做 就好像證供銀座 證供銀座 證供有一棟建築 其實是AD的 即是它是證供 但裡面是有其他不同牌子的錶 即是可以自己賣自己的錶 又可以銷售其他不同牌子的錶 即是對於市場的 feedback 他會第一時間知道自己的 那些產品的受歡迎程度 或者是看大數 會更加精準去做他們的產品 還有銷售的錶給你 起碼都沒有 即是銷售給你 也有差不多的專業知識 因為你是專供的品牌 其實AP都已經 即是AP現在都沒有AD 全部都是收回自己來做 即是你買錶 你都是在APhouse賣 或者是APH 那這個似乎都是一個趨勢 即是有底蚊 有辣有不辣 因為以前的人說AD買錶 即是他有些offer 便宜一點點 還有現在有些品牌 舉動就是可能出一些特別款 但只是給Voteet Only AD沒辦法買 那我覺得 不知道 即是對於我們 好像開始在盃AD這個身份 對呀 一點點 對於我們消費者 當然沒有那麼好 因為 有時候買給別人便宜一點 會好一點 不知道 但是看看之後會怎樣 但我覺得 都始終 我覺得AD還有空間 是的 AD還有空間 趨勢 應該很多品牌都會拿回自己 收回來做 我覺得偏向大品牌 因為 譬如看回很多獨立制標 因為可能有些Michael Brand 他一開始 他沒有成本去搞一間店 去做銷售 很多時候都是跟AD合作 去放在AD那裡賣 我覺得AD也是由他的作用 做一個橋樑 去給一些剛剛起的獨立制標 Michael Brand 去一個銷售圖 給更多人認識 所以 不知道 拭目以待 看看之後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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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真的太多中標界的大新聞發生 我們不能進行 還有很多未說 對 還有很多未說 如果你想知道 留意我們BING WATCH的Facebook IG 我們會即時很快和大家講標界的資訊 我們先喝一杯 好喝的 2023年 乾杯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讚 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你跟鏡頭說個拜拜 和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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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